唉 我跟你讲一样东西啊 很久了了 不懂要不要讲 如果我讲了你不懂你会怎样呢 如果啦 你不是我的亲生的 你会怎样 哈啰大家好 我是大神 相信你们今天看影片的标题哦 多懂 今天是一个 真人真事 我想在这边给你们讲一样东西就是 其实我的妹妹不是神妈亲生 其实这个影片是一个很沉重的影片 因为我们要跟我妹妹讲 其实妈咪不是你的亲生妈咪 你是领养回来的 我觉得我妹妹应该会哭啊 没有啦 开玩笑的大家 今天呢 这个影片就是刚才如你们所听到的 今天是一个恶诊 等一下呢 我就会恶诊我的妹妹 我就会跟她讲 其实啦 以我知道的东西来讲啦 你就是妈咪亲生的 你是领养的 所以哦 我想看下我妹妹知道了这个消息过后啦 她的反应会是怎样 她是不开心 很伤心 还是会哭 OK 当然 大家 你们要知道那个是的确百分百 是我100%的妹妹 也是我妈妈所生的 今天这个影片呢 只是要恶诊我的妹妹 看下我妹妹是什么反应罢了 所以呢 等下 等我妈妈放工回来呢 我就会跟我妈妈讲 叫她配合我 来一起恶诊我的妹妹 因为讲真的 我好像没有什么恶诊过她啦 几乎是没有 所以呢 今天这个影片 是为了你而打造的 我的妹妹 亲爱的妹妹 所以呢 大家 如果你们想知道后面 会发生什么事情的话 记得把影片看下去 等下 等我们的妹妹吃饭回来 我的妈妈做工回来 我就会找机会跟我妈妈讲 叫她妈妈 配合我 before我饿着我妹妹的时候啦 我要去测试一下 我妹妹的心脏啊 能不能承受这样子的一个打击啊 所以呢 等下我会假假的去试下她 问下她 诶妹妹 如果啦 你不是妈咪亲生的 你会怎样 或者是我会问她 诶如果我不是妈咪亲生的哦 我应该会很伤心的 然后假假问下她想法 所以 before我的影片刚才之前呢 记得帮我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 还有记得 Follow我的IG 因为在我500K的时候 我将会送出一个iPhone12 你们记得在我的影片下面 Hashtag大神 我要iPhone12 还有去到我的IG最新的照片 下面留言 给我就OK了 OK 记得订阅和Follow哦 记得打开小铃铛 OK 现在我的 我的妹妹已经回来了啦 妹妹 你不开心啊 跟男朋友吵架啊 还不是啊 怎样 做工的东西啊 我的妹妹做工 做工不开心哦 如果 如果 如果她知道这个小西套 不会 承受太大的压力叻 她会不会想不开叻 我觉得她是不会的 OK 所以我们四母一代 宝贝宝贝 这个影片够力了 等一下哦 我会拍我的妹妹哦 跟我妹妹讲 她不是我妈亲生的 OK 等一下哦 我觉得她信哦 我觉得她不信 我觉得她有信 打赌哦 来哦 宝贝如果我妹妹哭的话 你可以帮我安慰她吗 你讲其实没关系的 肚子轻生也是OK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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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轻生也是可能肚子 寶贝啊 你还要认识 你可以的宝贝 宝贝 我是不会帮你欺骗她的 其实就让我静静 我去拆穿你 我觉得这个东西少了 人家配合是很难的 所以不 没有关系宝贝 我要找我妈妈 你就在旁边一点尴尬的看吧 我就静静的看着你中逼 所以现在我等我妈妈回来先 我要把这个计划告诉我妈妈 这样子才可以真正的实行 所以现在我在等我妈妈回来 OK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等一下我妹妹回来了嘛 对不对 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就是哦 你假假去试探她一下 就是啊你就讲啊 我不要 你讲谁 我不要 我不要 你听我的计划 你听我的计划 你讲 你妹妹有问题啊 就好像 妹妹有不是我妈妈亲生的 不懂妹妹有什么看法 你是在这样的问她 看她的反应该是什么 太假了啦 然后怎样测试她 这就开始啦 一开始就动了这种问题 接下来又弄她 讲不是亲生的 假了要死了 这样所以 你是要我直接进入正题啦 是 OK现在Micky的计划就是讲 不要做这种小动作 因为做想动作可能 会造成 我妹妹的怀疑啊 所以 她叫我等下就直接开始 试探了 所以我们就 等妈妈一回来 把这个计划告诉妈妈 看我妈妈会怎样配合我啦 今天啊 我想跟你拍一个影片 就是我们要二诊 二诊你的女儿 就是我的妹妹 这个二诊啊 我要你配合我啊 OK 等一下的计划是这样子的 我要你跟妹妹讲 其实 你不是我亲生的 你是零养回来的 三八 二诊罢了 你以为她不懂 你刚才讲 你很认诚 你讲 妹妹你有这么大了 我可以讲一个 你刚扣人的 我就可以讲一个宝贝咯 其实呢 你啦 是阿姨生了 然后 然后你是零养回来的 你待会跟她讲 我们看她信不信 OK 准备啊 我就OK了 Micky不会讲的 看到了 是不是如果她们 从我们地方爬进去看到了 是不是 地上有的吗 OKOK 这个狗狗空的 就是狗狗 热了 你很慢哦 你是公司 你很慢哦 我跟你讲哦 我很生气的 你打完东西了吗 做完你做东西这么慢的 我做东西这么快的 你做东西这么慢的 我怕拿过去啊 我都不想回这边 没有东西给我用的啊 啊 我跟你讲一样东西啊 很久了 不懂要不要讲 如果我讲了 不懂你会怎样呢 如果啦 你不是我的亲生的 你会怎样 不会啦 我觉得不会啦 明里想太多 哈哈哈 谁讲 哈哈哈 你觉得不会啊 哈哈哈 好笑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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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抱生子有的吗 你都打我手 哈哈哈 神经 哈哈哈 哈哈哈 抱生子 你没有看到 以前我不是抱生子有 又会怎样 哈哈哈 我没有看过你抱生子 哈哈哈 我抱生子也是写阿婆的 我阿婆也不是我的亲生妈妈 也不是写 一定啊 没有的 除非在生的时候就卖了 如果是 没有卖我 不是卖 sorry 除非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就已经plan了 这样就有可能 可是不可能的 不是我 不是我神是的 是我表姐神 不神 哈哈哈 我都像你哇 我像他们mash 因为我不懂mash 哈哈哈 你觉得我会信你 我有logic的 你有什么logic 为什么你会觉得是 哈哈哈 我觉得很明显是看我 你是讲 问我什么有的没 哈哈哈 哈哈哈 为什么有问题 哈哈哈 哦 记得 我觉得忘记得哦 什么 才不是我的亲生的 是吗 是吗 妈咪跟你讲 不要跟她 很傻逼 她讲什么 她讲什么 很久了 我会心想 这么做 我不要 什么事情 因为我在做东西 我又还在讲姐弟的东西 因为她做东西很慢 我哪里有这样子的 我就要跟她讲 其实你不懂像哪个阿姨咯 这么慢的 我的妹妹也这么 讲什么 讲什么 不是她亲生 你觉得我会信你 有没有 真的我对 不信 他是那个 阿姨的 哪一个阿姨啊 那你可能到现在你都不懂 你有没有病啊 这个也是你的 你看你有病 妈咪是前两个月跟我讲的 她讲 等到现在她跟我讲 是因为她怕我们太小 讲了解说不到 没有啊 我什么性格 对啊 妈咪就是我妈咪 就算了 就算是我亲生 妈咪她到现在也没有找我 就算了 没有嘛 你会介意吗 如果妈咪不是你亲生啊 不会啦 除非妈咪平时没有疼我 那时候我就懂哦 我一定会唱上耶 可是现在不是啊 你会很伤心吗 如果知道这个事实 有什么好伤心 因为妈咪是不会丢下我 除非她讲她也是不要我 这样就不同 所以你是坚决认为 你是妈咪亲生的 是耶 你才不是她亲生的 你本来这个讲教了 不是我自己的 没有妹妹 你真的不是妈咪亲生的 你打打过去问阿姨 妈咪小婷也一样 不需要 我就不需要知道 有什么好伤心 你不会很伤心 要不要知道 原来我是那个妈咪不是我亲生的妈咪 这样妈咪老了 你会照顾她吗 会啊 因为是她照顾我的啊 她不是你亲生的妈咪哦 她是我亲生妈咪 谁是你的妈咪 妈咪了 她不是是 她是 你给我证据先 这样如果找到一天 妈咪带你去跟那个阿姨燕了 如果燕了是真的话 你会叫她妈妈吗 我先是要给人到时候 她思考了 她思考了 大不了她自己也相信了 我不相信 妹妹你必须相信了 我不 为什么我要相信 为什么你不要相信 为什么我要相信 但是不用紧张 就算你不是我妹妹 我是当你是妹妹的 你接受到这个事实吗 其实 你ok的 这个事实 我妹妹不需要接受 我觉得 这是妹妹的性格 她一直欺骗自己讲 这不是事实 然后其实她心里是觉得 妹妹我不是妈咪亲生 那她马上睡觉的时候 一定躲在那边哭了 你也继续穿了 你看到吗 她有点接受不到啊 她一直找到她的借口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她走不信了 妹妹你坐下来找我东西 访问你一下 你坐下来 我在找东西 然后她又骂我们 不会 那你坐下来 妹妹一起 你路径一下 ok来 我想问一下啦 其实刚才我们这样讲啦 你真的是有没有一刻 怀疑你自己 不是妈咪亲生啊 没有 反正跟我讲的时候 我还笑 我又心想 所以你懂 我们在拍影片吗 不懂 不懂 我过后 我在想是不是在拍影片 然后 然后我在想 等一下拍不拍影片 我都是这样回答 就算没有拍影片 我也是这样回答的嘛 所以你是坚决一开始 你真的是没有怀疑 是不是拍影片 但是讲真的 我跟你讲啊 叫我 拍能话 都不会拍 你害拍人 妈咪很差咧 如果是我 我讲到很差情兄弟 我一定会讲到很真的 就讲 妹妹我可以讲的秘密啊 你讲的不是很明显 这样子 你看见妈咪刚刚刚 怎样跟我讲的 然后我们在发音 我是有在后面偷听 我在后面顶不信我笑 好笑 真的好笑 但是 但是我感觉到 你叫我回答啦 你是不想接受这个事实 如果 如果我讲真的 你会讲 你会不开心啊 不会啊 因为你咱们活了这么多年 就算不是亲生 你当然是亲生了啦 真的 我们有点感动嘛 我好开心 看到吗 我这个影片 就是要测试一下 看你对妹妹的爱 妹妹对你爱 妹妹真的是很爱你 也很爱妹妹 我怀疑我不是你们亲生的 走 OK 所以今天我们的测试影片 就到现在为止 因为我想看一下 我妹妹知道 如果 是不是 不是亲生的 她的反应会怎样 当然 这个妹妹是我亲生的 不是我亲生 是我妈妈亲生的 是她亲生生的 所以这个测试 已经很明显看得出了 OK 所以我们这个影片 就到此为止了 如果你们还想看什么二诊的话 记得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我觉得我们下个二诊 就二诊Micky 她的妈妈 不是她亲生的 啥的 看得像啊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 这集的影片的话 记得把我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 还有我妈妈应该会拍YouTube 她第一个影片应该是酷的咯 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经历咯 因为我妈妈 她讲她的生意不是很好 她想进军YouTube 她 已经面临状态了 所以我们多多支持我妈妈了 然后我妹妹是做工做到 事业有成了 哪里有成咯 如果有成就不是这样的样子了 OK 我不要跟你讲那么多废话 这个不是访问节目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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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